以往大家看到的都是怎么破案 而我要讲这些人怎么作案 为什么作案 在这里展现的是那些最狠凶杀案的完整复盘大棋地 回忆历史 了解社会 安全防范 执法扑法 近在群魔大典 东北黑社会梁旭东第六集 现在正式开始啊 接上集 上集我们说到 1998年2月2日之后 梁旭东他的人生发生了决定性的大逆转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 在1998年的1月初 长春市公安局换了一个局长 他的名字叫田中林 新官上任之后 都要赶紧做出一个大的成绩 用来在内部和民间树立自己的威信 都是这样的 随后 2月初呢 长春的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 召开了 在这个过程中 市里面一个主管政法的大领导 他就找到了这个田局长 直接对他说 说咱们开会的这个时间内容 有很多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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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上反应 说你们朝阳区分局 一个刑警 梁旭东 他是黑社会 这小子民旅游戏的 这小子民旅游戏的民间意见很大 你想啊 你想啊 大白天开着大奔去破啊 晚上带着那个帮会里的人到处横晃 几乎把自己的行为公布于众 整个长春基本上是人尽皆知啊 你做到这个程度上 就不好办了 强调海关 那个事大了 杀余永庆的事大不大 很多人一猜 余永庆就是你给做的 然后你还大麻大样的去破案 谁都知道 虽然梁旭东 他在公安局内有些人 但现在情况变了 局长是新来的 很多关系他都摸不准 是吧 这个田局长啊 随后就开始对梁旭东展开了暗中的调查 然后在公安局内部的反馈就是啊 说此人 他在外面交集很广 然后背景复杂 有人给撑腰 但是梁旭东的工作能力很强 他破案的能力高于别人 为什么呢 其实这是一定的啊 梁旭东他手下有那么多在道上混的 他要是查一些案子 信息来源一般人比不了 是不是 与此同时啊 这个新局长在内部选了几个很靠谱的大将 就他特别中意的人 组成了一个秘密的班子 继续暗中调查 就深入的开始调查梁旭东的事了 很快就找到了一些被梁旭东打伤过的那些人 那些人刚开始都不说的 都害怕报复 一直他们也没有报案 经过警方的努力工作 然后他们一看 是新局长啊 是真是想动手了 就交代出了被伤害的那些原因 把事给说出来 然后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啊 那就是背后 谁给梁旭东再撑交 他是谁 那这人就是梁晓东 肯定是被查出来了 他的关系网也被警方摸了个大概 可以确认的一个问题就是啊 他们哥俩虽然是人脉广泛 但是自身的根基不用 都是草根起家 血脉不红 但是2月28号这天呢 长春公安局刑警支队的一个队长 给梁旭东打电话 就说你来办公室汇报一下情况 明天啊 咱们就要在全市开展 两打一脚的活动 提前要了解一下 长春各个区域的治安情况 就这么简单 正常的公司汇报 梁旭东也没想什么 就颠颠的开着车 来到了市局刑警大队 二大队的队长办公室 一见面 那个李队长就问他 说哎呦 旭东那皮甲的事不错呀 进口的吧 梁旭东很不经意的回答 刚买的才两万多块钱 李队长一笑啊 是啊 旭东年轻有为 穿的都是世界名牌啊 然后李队长就把他带到了张大队长的办公室 跟梁旭东说 说两打一脚马上就要开始了 根据你掌握的情况 都有什么人属于这两打一脚范围之内的 给我们提供一个名单 梁旭东他是刑警队的侦察员 这个梁旭东他早有准备 然后掏出了一个小本包 上面就写了一些人的名字 还有情况 给这个领导一面 念完之后 他就说 这些人都是可以抓的 可是啊 张大队长接着就说出了几个名字 谁谁谁谁谁 这些人怎么能抓 这些人可都是梁旭东他团伙的成员 听完之后呢 梁旭东有点不容易啊 说他们几个都是我工作的那下 这几个人没有做出什么出格的事 而且我很多工作啊 还需要靠他们来提供信息呢 你们不要听别人乱说话 根本能随便抓他们 都有用这人 张大队和那个李队长一听 啊 是这样的 你要是不说的话 我还不知道呢 还以为他们都有事 行没事 其实这次啊 找梁旭东来 就是试探一下 他有没有什么警觉 梁旭东走之后啊 就确定了 这没发现什么东西 当天这两个队长就把情况汇报给了公安局的大局长 田中明 大局长在第二天 也就是三月一号中午 传了几个副局长 来到他的办公室 然后进行了一些部署 随后 公安局的一个马副局长打电话 把那个张大队长喊过来 临时告诉他 一会儿就抓梁旭东 地点就在朝阳分局的局长办公室 然后啊 他们又在朝阳分局的内部部署了几个小组 都是警方的任务 下午四点钟的时候 朝阳分局的卢局长亲自打了一个传户 传谁呢 传他的下属刑警队王队长和梁旭东 就传他俩 理由就是你俩前来汇报中湾叶总会枪杀案的进展情况 就这一个理由 是他们工作范围的内部 很简单 梁旭东接到之后啊 他什么都没想 坐着大奔 就回到了局地 这车进了院子之后 正好前面有一个车位 位置特别好 然后他的司机李鸿刚啊 就开了过去 其实这个位置就是特地留给他的 前后那个位置都不整好了 就给你留着呢 停完车之后 梁旭东啊下车 他这个夜下夹了一个批包 一个手包 然后快步的往楼里面走去 他的司机李鸿刚把车一熄火 然后放下座椅 点着一根烟 躺在那又在又在地休息 梁旭东这边啊 很快他就走进了卢局长的办公室 坐下来就开始汇报情况了 他前脚刚已进办公室 后边的张大队长马上做出安排 一个高大的武警壮汉就接到了命令 张队长跟他说 客人已经到位 进屋拿下 这个武警他名叫王毅 身高一米八 徒手格斗十分的出色 很厉害的 他得令之后啊 是五点零四分 到了局长办公室门口 当当当开始敲门 里面的卢局长就说了一句话 进来 王毅就推门进去了 一进门口一关门 他看到旁边沙发上 梁旭东拿一个小本子 正在那写着什么东西呢 然后他站在旁边说 说 卢局长 我找你有点事 梁旭东抬头看了他一眼 也没当回事 那都是同事嘛 办事 然后聚集在那边 就一边琢磨着 一边在那写 王毅说完那句话 突然间 他就扑向了梁旭东 一把 先夺下了梁旭东身上的屁锹 然后抱住他 用力来了一个过肩大摔 扑通就拽了过去 一下把梁旭东 砸在了旁边的茶桌上 那玻璃都打碎了 就这一下 给梁旭东彻底摔蒙了 接着王毅过去 按住他 对着胳膊 用力一变 梁旭东彻底被支付 随后又冲进了几个警察 卡卡给梁旭东 控上了手号 整个过程 也就一分钟 与此同时呢 外边的人也一起动手 瞬间就把那个司机 利空钢拿下 但是抓捕梁旭东之后 在他的身上 就搜出了那封 齐铁民写给他的毁锅书 那小子 也因为梁旭东的落网 躲过了一次家坊 按常理讲啊 团伙的老大抓获了 其他人不就好办 但这个案子不太一样了 梁旭东落网之后 各路警察就开始分头去抓捕其他人 可是啊 就在他落网后的15分钟之内 远在北京的梁晓东就得到了消息 立刻传呼 电话一顿打 那些骨干成员 瞬间就各奔东西 就好比是一棵树上 你用枪打掉了一只鸟 呼通一下 其他的鸟 转眼间四散飞走 跑得特别快 就15分钟 本来这个事情 设计的特别严密 还是能得到消息 但是啊 在3月1号当天也抓住了一个人 也不是全跑去 这个人就是余永红 大公给逮了 怎么抓住呢 警察去了这个香格里拉犯店之后 直接找到保安部办公室 见到了余永红 但是啊 那警察并不知道他和梁旭东有什么关系 不是不清楚呢 就问他说梁旭东住哪个房间 大公挠在那下脑袋啊 看是警察嘛 他说我没听说过有这个人啊 没人住在这儿 那警察说那你查一下 有没有那个记录啊 大公说 行了 那一会我去查 然后他就在那种磨磨蹭蹭的 擦下桌子这 这都不去 就这样过了一会啊 一个警察过来就把那个队长给喊回来 喊到门外跟他说 拿过了梁旭东的BPG 对这个 说说队长你看 这BPG的信息 你看 那顶上有好多条信息 都是大红发给梁旭东的 内容全是说 东哥找你有急事 快给我回电话 十万火急啊 速回电话 全这些东西 落块就是大红两个字 然后那个张队长啊 就想了想 说刚才那个人挂了一个牌 上面写着俞永红 大红是不是他呢 啊 他就把这BPG拿吧 回到了 这个 大厅 然后他一个不注意就喊了一嗓 他说 大红 外面人饶你 那边的俞永红啊 听见这个话之后 习惯性的就回答了一句 啊 谁啊 得 这边一摆手 几个警察上级把他带住 与我回去这么落网呢 然后其他成员跑的都很快 没有办法 全跑了 只能是随后再抓吧 啊 眼下呢 说把老大带住 这就好办了 先开始什么 梁旭东的态度 那肯定是拒不交代任何问题 啊 不仅仅不交代 他的脾气还相当的火爆 公安局这边先是开除了他的刑请身份 然后再对他审问道 梁旭东这边一开口 你就骂 你说我犯法 我犯什么犯法 我拿着自己的工资 吃着方便店 也他妈犯法 我X你妈的 我这种干工资还犯法 犯的是哪条 狂骂 就开除 然后审问他的人就告诉他 说你要清楚点 你也是当过警察 没有证据的话能抓你吗 你做过什么事 就痛快腰带 这留成一个清楚 那边梁旭东冲他们一瞪眼睛 我跟你说反变 没有没有没有 我什么东西做 你们随便 就是这种态度 他不交代这是医疗之中的 最起码他还有想法 我也不知道什么情况 我在这里面先扛一阵子 他哥哥或许过几天就给他弄出去了 是吗 确实是这样 梁晓东那边得知情况之后 第二天他就坐飞机 火速的回到了长春 可是他跑前跑后忙了一天 找了好多人 才发现这次事儿大 不仅仅他弟弟弄不出来 自己也泥菩萨过河 于是啊 在他回到长春还不到24个小时的时间里 他就赶紧动身又返回了北京 得先确保自己的安全 一天一夜之后 于永红就扛不住了 啊 抓完他之后呢 警察的攻心手段是很厉害的 就跟你说也厉害啊 怎么说呢 啊 你是最早落网 在其他人还没有落网之前 你的机会很多 如果你拒不交代 那么等后面其他人落网了 他们也会交代 到时候你再想立功 没机会了 就这种压力给你施加上去之后 没几个能扛得住的 是吧 大红他就在落网24个小时之后 全盘突出 随后呢 就快了 3月7号晚上11点 孙天亮被抓获 3月9号晚上12点 满树立在吉林市被抓获 3月11号晚上11点 陈国军在松原市被抓获 由于啊 上面这几个人 他们都不是什么重要角色 所以说我们只说说 那几个关键人物的落网情况 先说三号人物 张红颜 他是1997年10月份 在吉西杀完人之后 跑去了大连 随后他又去了广州 3月12号这天呢 警方就获得了一个信息 是张红颜 他要在一个大排档 和一个香港的老板碰头 那么在广州抓人的警察 就赶紧与广州本地的警察 联系之后 获得了支援嘛 就在这个大排档 埋伏了下来 时间一到 发现啊 那边这个桌子上 有七八个男女 在那吃喝呢 只有两个是广东人 剩下都是东北人 在那超市八卦的 嗓门特别大 一听就是东北人 在那喝呢 而且其中有一个人 特别像张红颜 那还行的啥呢 就他来的 是吧 说警察呀 从门去就把他们全给逮去了 回去之后一变 那小子不是张红颜 就是长得比较像而已 但是把他和张红颜认识 他俩当过事 就从他的嘴里得到了一些信息 原来张红颜 在这里提前一个小时离开了 不知道干嘛去了 另外还获得了一个最重要的消息 就是张红颜给他打过一个电话 这个电话 广州的警察拿过来一查 就发现是广州大厦打过来的 然后在13号凌晨 一堆警察就来到了广州大厦 查到了这个号码 是从1521房间拨出去的 但是住宿卡上面写着 这个人叫袁伟强 管不了那么多了 打开房间之后 警察就冲了进去 里面一共有三个人在睡觉 张红颜就是一个 剩下的有一个女的是他的情人 另一个男的是他的妈子 三个人都当场亲户 就这么给抓回来了 然后是杜德伟的情况 哎呀他的情况可要是复杂一点了 没那么容易了 他在2月16号就和陈斌去了北京 要开一个虎流的烧鸡店 哎呀这个虎流的烧鸡店 在19981997年年底和1998年年初 两三个月时间内 在长春就开了五家坟店 烧鸡店很火的 现在可能都不在了 然后去北京还要开这个 他们到了北京之后啊 这俩小子挺开心啊 来北京的 住进了吉林大厦 这地方可不便宜 挺贵呢 在北四环奥提中心的附近 很贵的啊 然后他们就是一边在这住着 一边找开开店的地点 倒挺潇洒 一直到3月1号这天 他俩在马电桥附近租了一个房子 不成想当天杜德伟就接到了梁晓冬的电话 说梁旭东被抓了 然后在电话里面梁晓冬告诉他 说杜老三你也回去一趟 咱们一起找人想想办法 看看能不能把旭东给捞出来 可是杜老三里边一探手 没钱呢 你叫钱呢 给他三万都花美了 钱的问题你不用瞅啊 梁晓冬最不缺的就是这玩意 对不对 他告诉杜老三啊 你现在就去北京的王府大酒店门口等吧 一会儿会有一辆黑色的凯迪拉克过去 你见到这个车停下之后 就过去跟着司机说 我是老三 四个字 只要你说出这四个字 然后他就会给你三万块钱 杜德伟啊 乱坏了 咔咔打上车赶紧去了王府大酒店 过了一会儿 过来来了一辆车 他跑过去就说一句 我是老三 那头哗就给他三万 这钱挣得真巧 然后杜德伟就拿着钱 火速的回到了长春 他回去之后一打听 不行 这事儿很大 梁晓冬和大红都被抓进去了 然后是新来的田局长亲自抓的 而且还有省公安厅的领导 坐镇指挥 以他那点能力 想把东哥捞出来 肯定没戏 而且现在警方重点在抓他这样的骨干成员呢 于是他就转身给梁晓冬打了一个电话 就说了一下这情况怎么怎么的 我搞不定 然后说我自己先不回北京了 太危险 梁晓冬同意 说那你就自己跑路吧 去哪我不管你 料一下电话之后 杜德伟就把这手机和手机卡全给你扔了 别忘了 他在一个小店重新又买了一个手机和卡 买了一套 然后他找到他的哥哥 他哥哥把他送到了吉林市 在这边他找到了一个叫二丽的同伙 两个人简单的商量了一下 就分头跑路 然后杜德伟坐火车直接去了杭州 他用一个假的身份证在杭州住了三铁 转身就去了上海 想在这藏着 在上海只待了一铁 他就感觉这里不安全 这上海的那个警警察 总是查电那个 频率太高了 马上他又回到了北京 他找谁去了 找那个陈斌去了 陈斌还在北京待着呢 等信呢 他俩啊 就在北京忐忑不安的待了两天之后 又找到了梁晓东 大哥 咨询一下 后边的怎么办呢 梁晓东让他俩赶紧离开北京 不要在北京 去广州越远越好 广州那边有很多朋友啊 当时孟怀胜在那边做生意 有好多那个认识的人 去广州藏着 然后他俩就回去收拾东西 陈斌啊 要去北京西站买火车票 说咱俩坐火车过去 但是杜老三觉得 说火车太危险了 估计会查的 还不如坐飞机来得快 但问题是坐飞机的话 钱不太足 其实也没差那几个钱啊 他俩可能就是找借口 俩人又去找梁晓东去 他说坐飞机好 坐火车好 坐坐火车不太安全 梁晓东这个零号人物 给了他俩 又给了三万 啊 又陈斌拿了 又买了两张 K29次列车的握部票 这个车一把 但这两张票可不一把 这票是怎么回事 就他们这个卧铺车厢啊 是属于这个29次列车的 加车卧铺车厢 是加出来了 这个票在正规的渠道是买不到的 这加出来的车厢 是北京一个单位的软卧包车 里面坐的都是很大的领导 梁晓东他是通过关系才弄来了这个票 然后让他俩放心 说在这个车厢里面 绝对不会有警察进入警察 你就放心去广州 然后亲自把他俩送上了 他们就开启了去广州的安全之旅 可是那边警察也没闲着呀 通过余永宏的赵共网就查到了杜德伟 他在北京认识一个文艺团的女演员 16岁的 很快来到了北京找到了这个女的 那女的就交代了情况 他说出了杜德伟有个新的手机号呢 杜德伟啊 他把这号码呢 告诉这个女演员 警方马上就根据这个新的号码 进行定位追踪 结果大吃一惊 此刻这个手机号码在郑州 也就是杜德伟 他坐的火车 刚好在这个时间内 属于郑州范围 在开着呢 然后警察就分析 既然他是刚离开北京 那么一定是在火车上 然后就调查 就查 根据这个时间差 查一下 从北京南下 还路过郑州的火车 都有哪几辆 一查一共有三辆 一辆是去武汉的 一辆是路过石压庄的 那两个车 但是那个这两个车 一对时间点不可能在郑州 最后 基本上确定杜德伟 就应该在K29次那车上 而且他要去郑州 就给他算出来了 随后吉林这个警察啊 就紧急的上报 上报给田局长 田局长又上报给 吉林省省厅的领导 省厅的领导 再向公安部回报 公安部又往铁道部下令 铁道部又赶紧 把那个杜德伟的照片 传给了后面啊 就这辆车 又经过的那几个站点的警察 全都动起来 对他们下指示 只要车停之后 立刻对车上 就K29次车上 所有人员挨个检查 务必抓到杜德伟 可是 后面就是没有查找 各个地方警察 报回来的信息 都是车上全查遍了 就没人 没有杜德伟 就懵了 但是与此同时 吉林的警察 也在公路上啊 飞快的 往K29次列车的 前方站点堵截 公路跑起了 科皮火车跑得快 狂追就想把这车追什么 最后终于 提前半个小时 在韶关车站 追上了这列火车 然后 在当地警察的配合之下 就对这个列车的 17届车厢 全部检查一遍 确实没有杜德伟 所有的疑惑 就出在那届包车车厢了 吉林的警察 也要查这个车厢 包括之前 其他站点的警察 都要查那间车厢 但是全都是被列车账和乘警 给拦住了 说这辆车不能查 这间车厢不能查 因为这间车厢里面 不会有外人 他们都是重要的领导 不能随便检查的 而且都打了包票 然后吉林的警察就 不敢错过 就向上做了请示 最后我得到了公安部和铁道部的一致答复 不同意检查这一页车厢 所以就放过去了 就这么过去 由此可见 这些车厢里的人那不是一般级别 同时也能说明梁小冬确实是能量巨大 坐在火车里的杜德伟和陈斌 他们也感觉到了一些紧张的气氛 到了广州站之后呢 杜德伟十分小心 他就跟陈斌说 说咱俩分开出站比较安全 别一起走 然后你先走 我后出 出站之后 咱们两个人在战前广场右边的桥下会合 是这么安排的 陈斌啊 就拎着包 迅速的下车了 哗哗哗去 很顺利的 他就通过了检票口 就出去了 杜德伟的小子 一直他就在车里看着动静的 一看去 陈斌没啥事了 没人抓 然后自己才下车 没想到 他刚到出站口 就被一堆警察当场给他逮住 那么警察为什么就放过了陈斌呢 因为这些警察不知道还有个陈斌 也没有他照片 当时闯过来只有一个杜德伟 谁知道他和陈斌在一起啊 也只认识这个朱德伟 那陈斌啊 他从出站口出来之后 他没有走太远 他就在不远的地方 把那包往脚下一放 他就回头就瞅了 杜老三啥时候出的 这地方可别人这么多 可别走丢了 然后警察抓杜老三的那一幕 让他看了个真真切切 就在自己对面 由于他太过紧张了 过了一会儿 他弯腰想去捡那个包 发现包被偷了 那小偷被偷走 那里面有梁小冬 给他的三万块钱 他也过不上新城前了 山上多少 还有点钱 能对付一下 于是他赶紧给他的一个表哥 叫董慧春 打了个电话 向他求助 哎 这个董慧春呢 当年是四个多岁 他在广西做生意的 是这么一个人 以前呢 回长春的时候 通过陈斌 就认识了梁旭东 见过一次面 3月4号那天 他再次回到长春 本来想联系一下东哥 看看能否合作高点买卖 没想到梁旭东被捕之后 他传火电话打下了 警察顺手就把他给逮了 不知道你是啥人呢 以为他和梁旭东 有什么那个关系呢 最后经过调查 说这董慧春 确实没有参与梁旭东的团主 就是认识而已 于是就把他给放了 但是放他之前 跟他交代过 说如果你的表弟 陈斌找你 你一定要通知警方 咱们国法为大 不能顾及亲情 而包庇窝藏 那老董啊 满口答案 他肯定没问题 你放心 我第一时间告诉你 如今他接到了表弟的电话 之后怎么办呢 他把之前跟警方的所有承诺 全都抛弃 立马在电话里告诉表弟 19号的下午5点半 咱们哥俩在北京西客站 站前广场52路公交车 车站对面的第三根电线杆的下面 见面 3月18号 董慧春坐飞机就来到北京 同时啊 陈斌也不知道他在广州是抄谁借的钱呢 还是讨的钱 反正是凑了点钱 买了一张回北京的货车料 19号下午 表兄弟两个人如期见面 然后分头行动 陈斌他先是找到了梁晓东 把这情况跟医书 杜德伟被抓了 就在我旁边抓 然后我这嗓子快点 让人家偷见了 身上的淡季明月 怎么办呢 这个去哪儿啊 哎呀 梁晓东也是很头疼啊 现在我自己都不好办呢 咋想 又给了他五万 这五万够了吗 你自己跑吧 随便去哪儿 我不管你了 虽然梁晓东没有给他安排藏身的地点 但你想想 这左一次又一次 好几万好几万的给钱 也让陈斌感激不尽了 他就说 大哥的大哥真够意思 咱啥也不说 后会有期 另一边啊 他的表哥董慧春 也启动了他多年不舍得用的关系网 这小子找到了一个关系十分好的战友 通过他的帮助 把陈斌化名 住进了北京西边一个部队医院的高杠病房 往这儿一藏 你上哪儿找 你警察再查 你不会上各个高杠病房去抓讨犯去吧 这多安全呢 本来以为待在这儿就平安无事 可是没有想到 吉林这边的警察随后就查到了 陈斌他在北京给长春的一个人打过电话 然后就把长春的小子给找到了 他是陈斌的朋友 问他啥他死活不说 不能出卖朋友 就说啥都不知道 但是没用 最后在重重压力之下 那个人就点了点 拿了过一张北京地图 点了点一个区域 就这儿 跟部队的医院有关 OK 就这点信息 够了 警察随后就在那片区域 查到了陈斌藏身的医院 在16楼的607病房 把陈斌抓捕 上面的这些抓捕过程 虽然都有失误和曲折 但毕竟没有什么严重的损失 就费得劲而已 可是后面的不一样 之前我们讲过的那个亡命图 邢亚军 他是一个十分极丑的家伙 这小子有人命案在身 急养了 很有可能和你鱼死亡破 是不是 1998年的6月3号 警方查到了一些线索 就了解到 邢亚军他是跑了 但是他11岁的女儿 在一个小学读书 就找到了他女儿的老师 让这个老师来做学生的思想工作 让这个小女孩 给警方提供信息 可这小女孩十分精明 一问他他就说 我爸爸不知道去哪了 一年多都没有看到他了 我和我妈妈都在找他 你们要找到了 告诉我们医生 就这样 警察又把他信 随后就悄悄的跟踪 我看你去哪 然后大家都以为说11岁的小孩很幼稚 是不是 啥也不懂 其实不然 这小女孩警惕性特别高 他就走路的时候 领不定就回头看一下 哎 在我拐弯的时候 等待着突然先生冲一下 狡猾的很 警察好不容易 跟踪他 跟到一个胡同就给跟丢了 然后就在这附近的胡同啊 就盯着 隔了两天才看到 刑亚军他的老婆带着女儿露面 然后就开始跟踪 可这个女人啊 也十分的警惕 走着走着 突然掉头就往回走 和跟踪他的警察就迎面碰上了 他一瞅警察 这么一瞪眼睛 他就知道了 这警察已经被人跟踪了 然后这女的就到处乱转又往 去这一趟 去那一趟 一会儿坐车 一会儿走路 一会儿上趟女车座 把警察耍了一通之后 没了 跑了 把警察给整鸡了 那蒙警察一鸡 直接把那片胡同全插一遍 我就不信 你还能跑来这个胡同吗 最后终于发现了 这个女人的住处 进屋之后 母女两个人都在家 问啥就不知道 随便按大地 啥就不知道 然后就再调查 这个房子是刑亚军 他老婆的姐姐讲 就是他大姨子讲 找到这个姐姐之后呢 继续做她的思想工作 费了个好大的劲 这个女人终于吐口 就说了一点情况 说什么呢 说前段时间啊 她跟着自己的妹妹 去了朝阳区万宝街 一个居民楼的三楼 去了那一趟 她妹妹自己进去了 过了一会儿呢 妹妹出来了 问她这是谁家 她妹妹说 这是一个同学家 就这么简单 说这点非常可疑 那警察呀 就开始分兵调查 有一部分人留下来 继续审问 刑亚军 他老婆和女儿 至少看着你 不让你乱走 必须交代 然后 这个刑警队的队长 曹东宁 他就带人 亲自去了万宝街 那个地点 找到了那片的 居民组长 让他带着 就一起去了那家 刚刚敲门 然后里面 一个女的 来开门 他就把门 开了一条小扇 看到 怎么有个警察呀 就问 你们干嘛的 曹东宁啊 想一想 就逃出证件嘛 说我们是警察 我是警察 完了 给你看一下 那女的 看完证件之后 把那个证件一递 接着他回头 冲里面 喊了一嗓 说 哎 官局 是不是来找你的 一听这话 那肯定有情况 曹东宁 一下就冲了进去 刚到客厅 刑亚军 就从一个屋子里 窜了出来 端着大盆子 哭通就一下 这个曹东宁 一低头 啪一枪 打在了墙上 给墙上打出一个洞出来 然后 这个队长 曹队长 就赶紧退了出去 随后就把门口 就堵住了 封过了 立刻请求 大部队支援 里面的刑亚军 就被包围了 然后他就觉得 投不投降 都是个死 所以他就在屋里面 破口大望 狂妄 坚决不投降 随后得知 这户人家 是把其中的一个房间 租给了刑亚军 然后这屋里面 还住着一家翻口呢 还有别人呢 就房东呢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就不能强攻 只能是暂时在这对峙 一直坚持了 十个小时之后 就对峙了 刑亚军扛不住了 他觉得自己横竖都是个死 干脆就拼了 他先是用枪啊 逼着那三口人 老师老师的 在屋里给我待着别动 然后他屋里灯都关了 他肯定不会开灯 那晚上了 他找到了厨房 就把那煤气阀给打开了 那煤气也呲呲就往出窜 过了好一会儿 那屋里全是煤气啊 他就点着了屋里的被褥 又直接来一次大爆让 全拼了 外面的警察看到屋里找我了嘛 然后就开始强攻 你必须得救人呢 屋里还有三个老百姓呢 他们冲进去之后 刑亚军在里面用枪就狂打 五连法大盆的空空楼 但是那屋里头就是浓烟弥骂 然后还黑着 也是打得不准 反正就里面就枪成一片 那个曹队长 曹东明 他是第一个冲进去的 屋里头烟很大 他也没有被刑亚军打中 他直接就过去救那一家人去了 把那个孩子救出来之后 然后他爬出来 孩子是获救了 他就倒下了 随后其他的警察冲进屋里头 刑亚军开枪自杀 那他开枪自杀的 完后啊 这帮人就把那个曹东明送进去医院 可惜来不及了 他在救人的过程中 煤气深度中毒 年纪37岁就牺牲 我来看一下那个照片 此人就是当时的刑警队队长 曹东明 37岁就死了 牺牲的时间是1998年6月6日 可是啊 悲剧还没有停止 1998年的7月21日 梁旅旅 梁旭东专案组 谷尬 二大队 副队长 也是刑警队的一个副队长 他叫孙学忠 在深夜下班回家的途中 被人杀害 我们看一下照片啊 这个就是孙学忠 对于孙学忠的牺牲 官方没有任何多一点的文字说明 白鸽查了很多地方啊 都没有说明他的具体死因 一点都没有 只能确认啊 孙学忠是被歹徒持枪报复杀死的 被谁报复杀死的 不知道 但也没有任何信息显示 说这个案子是梁旭东 团口成员的报复 也有可能啊 是因为其他案子得罪了人 而遭到的报复 反正这个案子破没破 也没有没处可查 就挺怪的 从来都是一点点 我是深挖才知道 他是被持枪报复杀死的 在正规 就是一些新闻人报 最多就是说他遇害 就这么简单 特别 什么啊 那咱们就不读书了 是不是 官方既然这么明朗 我就不读书别的 我只是啊 能查到一些 我就跟大家说一些 然后是抓捕另外一个人 王大江 王大江此人外号就王老九嘛 他以前开出租车的 这小子得到封城之后啊 先后去了北京 天津 上海 广州 哈尔滨 大连 金州 这些地方躲藏 后来他就烦了 在外面待着干啥呀 哪里最危险 哪里就最安全 于是1998年的5月份 他索性直接回到长春 和所有认识的人一个也不联系 这小子先后啊 在长春变换了好几个住宅 我就不细说了 一直藏到了1999年的2月份 终于被警方给查了 2月10号警察在开运街一个居民楼的6楼把王大江抓过 他在这里没那么重要 咱们就是长话 端说 到了1999年9月份 除了两个重要人物 梁晓东和孟凡胜以外 其他骨干成员全部漏了 那么他俩的事我们回头再说 回过头来 我们看一下抓捕之后这些人的情况 梁晓东落网之后 起初他脾气是最大的啊 到后来就是一言不法 铁嘴刚压 硬是给你扛住了 那咱们就接着说说杜德伟 抓到他之后呢 审问他的人 就是后来被人报复杀害的刑警队长孙学忠 孙学忠审问他 他和杜德伟两个人的家 都住在长春市的头盗街 算是大半个邻居 两个人坐在一起 拉了一会儿加长之后嘛 孙学忠就跟他说 说你还很年轻 是不是杜德伟 以后你的路还很长 你要硬门心思往绝路上走 那你老婆孩子以后怎么办 你要是没有什么立功的表现 到时候法院怎么办 不用我说你都知道了 杜德伟想了想了就跟他说 说孙哥呀 你觉得我会不会背叛死心 那孙学忠就回答了 他说那要看你的态度 是不是啊 法院怎么判 都要根据你的表现来量刑呢 其实啊 杜德伟他是杀害余永庆的主要凶手 这条死罪他很难躲过去的 基本上就是个死 但是 每个人到了这地步 都想为自己争取欲望 万一立功呢 给个私换呢 是吗 接着杜德伟他就提出了三个条件 第一个 我想见见老婆和女儿 第二个 被抓的时候 抓我的时候 身上有一条金项链 那条金项链是我自己挣钱买的 不是脏 脏物 我想把它留给女儿做个纪念 第三个 我想喝点啤酒 吃溜肉段 溜肉段跟你说的是东北名菜 东北第一名菜 锅锅肉 第二就是溜肉段的啊 这三个条件就全都满足了他 当他的老婆和女儿走了之后 杜德伟只喝了两口啤酒 吃了一口溜肉段 然后他就吃不下去了 你得知道 在那个情况下 那压力多大呀 吃不动 他把筷子往那一放 就说 说行 你们也听叫 我就全部交代 随后 在香格里拉那两个房间内 警察就找到了 他藏的五支枪 我们在上级里说过了 事后警方把这几支枪拆开 再重新组合 经过鉴定 其中两支就是杀害于永庆的凶器 那么下面我们说一下看一下的情况 就他们都关在哪呢 梁旭东 孙健亮 于永宏 齐铁民 李鸿刚 陈斌 何涛 李大兴 这几个人被积压在铁锡看出所 杜德伟 王大江 王伟等其他人 被积压在铁北看出所 这一个接一个的落网后都交代了问题 然后再审梁旭东不就好吧 随后 这个曹永军队长 他叫曹永军 再次提审梁旭东 梁旭东依然保持沉默来对抗 但是曹队长这边就跟他说 说 你这么突下去没有任何意义 实话告诉你 张工严杜老三 他们我都抓好了 他们都交代了不少问题 你要是肥地把事都揽到自己身上 以后可别后悔 梁旭东没说话 林旭东心里很明白 揽于不揽 要么我就枪 要么我就没事 对不对 然后曹队长想了想 又跟他说了一句很有分量的话 就问他 你哥哥是叫梁晓东吗 梁旭东一抬头 对啊 咋的了 曹队长就说 没什么 我们正在找他 哎呀 梁旭东大惊 赶紧问哦 我的事 我自己担着 你们把我哥撤进来干啥 曹永军就跟他说 可别人都说 你和你哥哥有事 啊 我们信还是不信呢 我查还是不查呀 哎呀 梁旭东就没话说了 是吗 那曹队长 曹队长接着就跟他说 我还得告诉你一个很不幸的消息 梁美娟是你大姐吗 她资助你的手下外逃 现在已经被我们刑拘了 梁旭东一下就撑不住了 然后这曹队长一个人说 你说你的手下走投无路了 他们找不到你就肯定会去找你的家人 那你家人怎么办呢 如果举报的话就等于对不起你 如果不举报的话 那在公安那边他就得担走 你说你的家人要是为了这种事去坐牢 冤不冤呢 他们肯定会去找你家人 没钱了 你找你家人要吧 没定藏了 是个名秘馆 树岛胡孙散这个道理你也清楚 你当过警察 也审过那么多罪犯 谁进来不得为自己保命呢 你不交代 难道他们就跟你一样就不说吗 就在这种情况下 梁旭东再也扛不住 他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结果 只要求不要牵扯到我的家人就行 随后他全部共认 事情就这样啊 不少人做了事 很多人都是他们的家人 很难独善其身 因为我们讲的好多案子里面都可以看到 或多或少的家人都有一些参与啊 协助的行为 要不是窝藏啊 要不是拿了些脏物啊 什么呢 那么呢 为了自己的家人着想 这一关基本上都扛不过去 后面的事情啊 我们下集再讲 梁旭东的案子 第六集结束 关注微信公众号江湖李白 更多精彩内容等着你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韩正英语说都简单 欲望街他掀起了烟大的路 乌兰大墙一直就成了悬寒 高的可以抓住了高家的城堂 南大文里还有南大随时寒 妄想出现在小壳边 天空消失在村里面 看着韩非掌军的人们 不知还有天空在城堂 朋友信他创造了国内记录 张子强在世界拍了第一队舞 江湖哥他家的地窍专门把人藏 龙世明的三个坑一样忙 北宝山天空街和双城楼流氓 青东民和宿命和罪恨江里面 他们记在历史的群和大店 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 北斗山天云天河 双脚流亡 青冬民 患死民和罪恨江里面 他们记载历史的群化大典 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 杨家出生的时间观 小黑道上的路很宽 偷开的理由不一般 偷望的三丈最艰难 琉璃米她为了爱情伸出了手 杖树还在现场一点哭了 无闻海她其实也想多爱你一点 尊大林的队友实在太难 好春成王的梦一心 浪尽天涯的沉醉里龙 宝宝问她报仇心太阴 雷过命她一吹天下心 唐光平和立岗走上疯狂的路 路里没了爬气去了他乡 周哥华她住了分场身家在飞涨 麻烟红石披上了羊皮的木狼 灯影两步光鱼和头狼朝向阳 他们既在历史的群和大店 每个人的情况 不要摸放 等用两步暴雨和头狼朝向阳 往后雨 往眼群和三楼墙海墙 他们既在历史的群和大店 每个人的情况 不要摸放 那些人 那些谁的 那些头上 有提醒 有主意的 又有理想 人们看完他们的群和大店 那些人的下场 不要遗忘 那些人 那些谁的 那些头上 有提醒 有主意的 又有理想 人们看完他们的群和大店 那些人的下场 不用遗忘 不用遗忘